是 欸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為大家介紹是 那什麼是愛妻神器呢 就是可以幫太太做家事的一些3C產品 譬如說我們之前 常介紹掃地機器人 洗脫烘的洗衣機 像我家呢就缺一台洗碗機 這樣大家每天吃飯 吃完飯之後就要洗碗 雖然說天天都要洗 但是你有時候還是覺得很煩嗎 那如果說有一個洗碗機的話 不管是太太也好 或是家人也好 比較方便一點 像傳統的洗碗機來說呢 可能就是在裝潢的時候 要找個空間去幫他做一個容納 然後還要拉水管 那像我們家已經裝潢好 最近沒有機會怎麼辦 像這種台式的就相當適合你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台呢 那他們也吸取教訓了 這一台呢 現在已經在MOMO跟一些網購都已經上架 送完NCC跟BSMI了 所以不會再有那種任何的出貨延遲的問題 你只要看完覺得喜歡上網就可以買 而且最棒的是呢 他安裝超簡單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做安裝 好現在我已經把這個洗碗機拿出來 放在洗碗槽旁邊了 那這個最方便的就是說 你不需要再另外施工 就可以很簡單安裝 那我們先看他裡面有什麼配備 把這個拉開 那他上面這個呢 都可以拖出來 下面跟上面拖出來 下面拖出來就是他的配件 那這個是水管 等一下我們要直接拉水管到洗碗槽 我們等一下再看 那這一個呢 就是一個水杯 你要洗碗的時候 先把水倒進去 然後直接從上面 倒進去來做清洗的動作 那另外下面這個就是水果籃 除了洗碗以外 他也可以幫你洗水果 相當的方便 那如果懶得自己水洗的話 但是你在洗水果的時候 你就直接讓水沖就好 你不要再放洗碗粉哦 這個籃子下面就是讓你放碗啊 盤子那些 在下面這裡呢 有噴壁 上面也有 那上面這一個呢 則是讓你放 像筷子啊 湯匙這些 就你吃完之後 就把它排列整齊 然後可以一起洗 那上面呢 也一樣有一個噴壁 它是會一面噴一面洗 那這裡有一個軟化鹽 我們一般的水呢 它是硬水 所以他必須要加鹽去做軟化 如果需要的話 你就去全臉或超商 就找洗碗機的一個 軟水鹽就好了 那在這邊呢 就是洗碗粉槽 可以放8克的洗碗粉 或洗碗錠蓋上蓋子就好 接下來呢 就要安裝水管 好 現在我們直接來裝水管 那安裝也很簡單 如果說你真的很懶的話 或是說你不在意美醜的話 這裡就有排水管的槽 那我們就把它這樣塞進去 鎖緊了 那鎖緊之後再轉線過來 那這個排水管你就看要怎麼裝 如果你要漂亮的話呢 你就請水電師傅 順著線拉到旁邊去 然後接到排水管裡面去 那接下來就準備要插電 它是一個三頭 如果你家的插座是兩頭 記得要買一個三轉二 接上就好了 那洗碗的時候呢 就是先把餐盤放好 然後再倒水進去就好 既然這台被稱為雲端智慧的一個洗碗機 它就必須要跟APP做連動嘛 使用也很簡單 你知道在手機裡面安裝米家的APP 在廚房電器這裡 就會看到 雲米互聯網洗碗機 4號這一個 那就點下去 它這邊會教你怎麼去做設置 完成 相當簡單 一樣是設定在餐廳 那接下來呢 簡單為大家來測試一下 如果透過APP 來洗碗洗水果 好現在我們把水倒進去之後 其實我可以直接按面板 但是我現在還是要用APP來玩一下 然後就選蔬果洗 洗完之後再按開始 接下來它就自己開始洗 再放開 封面部 我們可以用卡在深海浸水 開水 再放開 再放開 轉 散 speak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黏黏黏的 那用這一台的話 只要你把它擺好 就是像這樣子 不要去擋到下面那個旋臂 那它洗起來就是會非常的順暢 然後洗起來的碗盤都會非常的乾淨 你看上面我們都把它擺平的 我們不要有稍微擋到它的地方 像這種你就不要這樣子放 這樣的話它就很容易會擋到下面的 對 我們就要這樣平放 然後杯子的部分你一定要這樣子蓋著 因為它才不會再積水在裡頭 像這樣子就是平放 然後這個杯子倒蓋這樣子 就很方便 然後放好之後把它放進去 這個碗筷你要記得就是這個湯匙的部分 你一定要把它反著放 不然它一定會擠水 然後像你看這個湯匙這麼油膩的部分 它等一下洗完也照樣會很乾淨 而且摸起來就不會有那種很油膩的感覺 然後你也不用去沾手 我之前手洗的話這種很油的碗盤 洗完自己的手都油油的 然後都覺得好像洗不乾淨的感覺 那現在把它蓋起來之後 然後我都喜歡快速洗 因為我覺得快速洗很方便 所以這個就是水不太夠 那所以我們就要再加水 再加水 而且用這種洗是不是比自己用那個洗的還要 對其實反而比較省水 因為像我們自己洗的話 我們是不是怕它沖不乾淨 我們一個碗盤是不是會沖很多次 然後水就一直流 其實浪費掉的水其實比較多 那我們按了快速洗之後 按了啟動 按下去它就開始洗了 它先開始把它水先轉出來 結果等一下它會用下面那個懸定 它是用熱水洗的 因為之前APP設定有選乾燥 所以它洗完它其實會去做乾燥的動作 好現在洗完了我們拿出來看一下 你看 看看那個特別油的那次 看看這個很油 這個很油的 對 感覺很乾淨 但是這個烘乾它也不會像烘碗機一樣都烘全乾 是有一點點水 剛剛這個也是很油 對 每個都很乾淨 而且沒有黏黏膩膩的感覺 嗯 那上面的那個湯匙 剛剛那個也是很油 看一下 這裡 嗯 很乾淨 嗯 所以還是不錯 好最後我們來中間一下這個 雲敏智慧洗碗機它的一個功能 整體來說它是一個相當適合 家裡大概是三到四個人的一個小家庭使用 一次呢可以洗大概四到六套餐具 那在使用上有一些細節要注意就是說 在放的時候要記得不要卡到下面 以免它那個懸臂會被卡住 而且說它本身洗完碗之後 還稍微帶一點烘乾的一個功能 所以不管是在清潔程度上 或是殺菌的程度上 我會覺得都相當的完整 而且它還可以通過APP去控制 所以使用起來是相當的方便 但是呢我覺得它有一些地方還不能算是很完美 每次要使用的時候 你還是要自己手動去加水 要倒水三到四次 這個是有點麻煩 除了這個以外 整體來說我覺得使用起來是相當的方便 而且它又會比你直接去洗碗 還要省水 又不沾手 最重要是它價格也不貴 安裝也很方便 不需要任何的工具 也不需要師傅放上去 放到水管旁邊 然後自己倒水這樣就搞定了 以上就是大概我這一個簡單心得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張開箱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